iPhone XS Hi 各位 我是Oden 防禮團隊這次又再度熱血熬夜 就是為了給各位送上蘋果最新發表的iPhone 然後先說喔 Home鍵都沒了 但都有劉海 那我們先從名字開始吧 這次新iPhone 總共推出了三款 分別是iPhone XS iPhone XS Max 以及iPhone XR 今年iPhone發表會 果然還是只剩下公布規格跟售價的功能 沒錯就是iPhone XS 還有iPhone XS Max 外觀部分一樣採用醫療級不鏽鋼邊框 並且支援IP68防水防塵 螢幕部分分別打載5.8吋跟6.5吋的Super Retina 跟iPhone X一樣都是採用OLED技術 在解析度上則來到了458ppi 相機部分則是採用F1.8 1200萬主鏡頭 跟1200萬F2.4兩倍望遠鏡頭 並且都支援OIS光學防手震 不論在拍照或是錄影都有明顯的提升 另外也推出全新的Smart HDR 能夠在短時間內拍攝更多照片 並且自動篩選合適照片進行HDR合成 在對比跟陰影表現上有更好的效果 性能部分則是搭載A12 Bionic 採用7nm製成的6核CPU 主要的兩顆核心比起上一代效能 有15%的提升 以及40%的電力節省 並且一樣搭載神經運算網路 ML Core則是達到9倍的速度 但只消耗1 十分之一的電力 通訊部分則是支援4G 的雙卡雙待 採用Nano SIM 加eSIM 的配置 台灣的實際狀況 還需要等上市後跟各電信來確認 其他值得一提的 還有這次的AR Kit 2 拿來玩遊戲或是其他的APP體驗都非常厲害 是否會因此改變之後的手遊生態 就讓我們事不以待 電力續航部分 iPhone XS 電力可以比上一代的iPhone X 多用半個小時 iPhone XS Max 可以比iPhone X 多用一個半小時 而且這兩支手機很快 非常快就會在台灣跟大家見面啦 應該在各位看到影片的時候 已經悄悄開放預購 9月14日開放預購 9月21日就會拿到 邦尼團隊後續也會推出 第一手詳細評測影片 價格部分跟上一代差異不大 iPhone XS 跟iPhone XS Max 顏色有三種 分別是金銀灰 有64GB 256GB 跟512GB 三種規格版本 但其跳價分別是35900 以及39999 而發表會另一支手機 則是iPhone XR 簡單來說是售價相對便宜的 便宜版本iPhone 大小介於iPhone 8 跟 8 Plus 之間 效能部分比較出乎意料 一樣採用蘋果最新的 A12 Bionic 續航力則是號稱比 8 Plus 還要長一個半小時 由於是全螢幕的手機 體積比iPhone 8 Plus 更小 但螢幕尺寸從 5.5 吋變成 6.1 吋 技術上採用 LCD 面板 蘋果也稱之為 Liquid Retina 技術 在色彩顯示效果上還算不錯 色準則維持蘋果一貫的優秀表現 即使顯示效果不比 iPhone XS 系列的 OLED 但卻能有效地降低售價 相機部分搭載與 iPhone XS 一樣的 F1.8 1200 萬像素的廣角鏡頭 並支援 OIS 也支援 Smart HDR 跟 Boken iPhone XR 可以說是正面 iPhone X 背面 iPhone 8 的反版 售價 26,900 起 是這次蘋果所推出的 iPhone 中 售價最為平民的機型 或許為了搶工市場 除了有 64GB、 128GB 跟 256GB 三種版本規格 顏色更是相當豐富且鮮豔 好啦 今天的快速整理就到這邊 後續將會再推出包括 Apple Watch 等等的發表會整理 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幫忙幫你 並且追蹤我們的 Facebook Instagram 以及加入 Line Ad 跟我們討論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別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囉